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今年19年的3月份才有机会拿到了这台车 但是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因为我这次拿了这台车开了足足三天 用三天的相对比较长时间的相处 会给大家去详细的聊聊我这三天 做了三天车主之后对这台车的一些理解 我们来先对这个车的外形做一些点评 因为确实这台车回头率还挺高的 我就特意我就暗中观察 有的大叔经过会望一下 这个红色车是什么鬼 然后可能估计他看了这个车标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车 因为吉利确实换了这个标之后 很多人看到这个车标都没有办法 能够第一时间反映出这些台吉利的车 而且再看看这个外形的设计 也确实比起现在的这些吉利的车的外形的设计 是要好看许多的 尤其是我现在手头上这个叫做运动版 它运动在哪里呢 有一些红色的元素在这个格栅的地方 然后做了这个很像改装件的这种两层的下唇 这个也是相当漂亮的 然后我们来到侧面 会看到用了一个18寸的轮圈 在这个级别的SUV里面 也算得上是比较大胆的一个设计了 然后后视镜这边看上去是碳纤维 但其实如果近看的话 有点像碳纤维贴纸的处理 然后双色的车身 上半部分的黑色不是贴膜 是完全就是一个喷漆喷出来的 然后有一个尾翼 尾翼上面有个标 加上尾翼就特别像福特的福克斯 它的运动版也是这种尾翼 这边就有一条条的 然后在后面的部分 其实这台车有一个四个排气管 还有一个假扩散器的这样一些造型 就整个车尾看起来也是相当运动的 但这个有很多人去调侃说 绝无仅有的排气管的数量 比它的气缸的数量还要多的一台车 那这一次的体验 我也重点的看了一下 这个发动机整体的表现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聊 然后我们现在进内饰里面 聊聊它的内饰 OK 那这个内饰其实也延续了外观的设计 给人很多惊喜的地方 中控台的部分 其实它的布局跟现在的很多车一样的 一个显示屏 下面是空调出风口 然后在下面是空调的实体的按键 然后接下来是排档座 然后很多的中间的包括驾驶模式 360影像还有倒车雷达的开关的按钮 它这一系列的边盘 其实现在很多车都是这么做的 但这台车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用了很多的设计元素 比方说空调出风口这个地方 它不是那种寻规蹈矩的 它中间这里做了一个凹陷 对吧 这个警示灯 双闪灯 它是用了接近零形的一个设计 所以就整个看起来 这个地方的观感 就跟其他车那种一板一眼的设计 很不一样 然后这个方向盘 它也用了平底的设计 来去衬托它内饰的一些运动感 然后这个座椅 它用的不是全真皮的材质 而是在这个地方 用了一些有网眼的布料 就感觉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更好的透气性能 包括真皮也做了打孔 所以这样座椅其实长途乘坐 就不是特别闷的 好了 那我们前聊了这台车的动力系统吧 这台是吉利跟沃尔沃联合开发的一台 1.5T的三缸发动机 之前在领克的02跟03上面 都有过这台发动机 而且都试驾过 觉得那个三缸发动机的MH还不错 但是在这台冰月上面 我就觉得这个MH好像有点退步了 就这种低转速高负载的区间 其实这个发动机还是相对它的抖动 会比之前在领克上面感受到的要明显一点 然后这台车的动力 我觉得还挺充裕的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开过的 十几万的吉利的车里面 动力最充沛的一台发动机了 180马力然后有1.5的这个基础的排量 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呢 整体的换挡的动静也能够控制的很好 所以就不带任何吹捧性质的 我觉得现在这台冰月呢 它的动力系统的体验呢 是目前吉利的车里面给我的好感度最高的 当然要除了博瑞的G1之外 因为博瑞G1呢 是这台发动机再加了一套48V的电驱动系统 它的响应性会更好 但是呢 这套动力系统 它的这个很好的体验呢 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就是油耗了 百公里的等速的油耗呢 大概是6升左右 然后市区不是特别拥堵 但就是要稍微等等红绿灯的那种 工况呢 基本上油耗是10升左右 比我想象中这个用车的成本呢 还是要高出那么一点 但好赞呢 这个车它是可以使用92号汽油的啊 那接下来讲讲这个车的底盘呢 刚刚呢 经过了一段啊 这种路面上有一些横向的横调的地方呢 会觉得 这台车怎么路感这么足呢 然后我以为这台车的胎压是特别高 然后我调了 一看这个我眼都瞎了 这个胎压呢 冷胎胎压1.8 1.7个8 就是比它的正常的胎压呢 都要少了0.5个8了 所以如果这台车 它是用一个正常的胎压来行驶的话呢 相信它的底盘的这个细碎的震动 它的路感呢会更加的强烈 而且尤其是速度起来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颠簸感呢会更加的强啊 但如果是遇到一些很大的抛跳 它的整个悬架的这个大的动作呢 是做得很轻柔的 所以就可以这么下一个定性啊 这台车呢 它是这个速度远往高了跑呢 这台车的底盘就感觉越硬 这个速度越低呢 这台车的底盘感觉是越软的 然后操控的部分呢 其实也跟之前的吉利的车的操控的调性不太一样啊 它会有更多的沃尔沃的那种欧洲式的操控能够给得到你 所以也不能说它的操控就极端的好 因为沃尔沃它也不是主打操控的 但是就是你放在自主品牌的这个十来万块钱的 这个SUV的维度里面看的 这台车的操控还是可圈可点的 然后这台车另一个可圈可点的地方呢 是它的隔音 哇 这台车的隔音真的是特别的棒啊 那跑高速风噪路噪控制的很好 然后呢 胎噪也控制的不错 因为这套马牌的UC6呢 也算得上是马牌的旗下的那种 静音性能很出色的轮胎了 所以呢 胎噪也很小 你看现在 我就算是压过这些路面上的减速弹 其实也听不到轮胎有任何的动静的 那这个呢 就是最近吉利造车理念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它把这个底盘的厚质感做得很好 然后底盘的隔音也做得相当的棒啊 用这个高级感呢 来去作为它的车的一个主要的卖点 因为这个也是咱们国人买车呢 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来的 那不过呢 其实这个车也有自主品牌的一些通病吧 怎么说呢 就比方说它的一些调教跟匹配呢 还不是特别的细化 那比方说有一点我找到了 就是它的这个两侧的盲区的监控的设向 那这个功能本来是很好的 对吧 但是呢 一打灯 它的这个屏幕呢 就会直接自动就切到了你的侧方的盲区的监控 本来没什么 但是问题是 你就算开了导航 它也是会直接你 只要一打灯 它就帮你切这个视角的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刚好就在一个路口 有几个很复杂的路口 我要打灯来去转弯 对吧 我在打灯的同时 我又想看这个导航里面 指示我往哪个杂道走 但这个时候我是看不到导航的信息的 那所以这就蒙圈了 对吧 我就很容易会错过路口了 难道我要拐弯不打灯吗 这个也不可能 所以就是在这些功能的相互的匹配上面 我觉得它还有优化的空间 然后另外呢 就这台车其实经过一些坑洞的时候呢 会听到这一个位置呢 有一些异响啊 而且这台只是一台4000多公里的车 那所以呢 就这个内饰的板件呢 它的固定也还不是特别的牢啊 那这个也一直以来是极力 没有改变的老毛病了 就是车里面的异响呢 还是相对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所以简单啊 小结一下呢 就是这台车呢 它在一些自主品牌 很容易做得好的地方呢 它的确做得很好 很出色很突出 包括它的静音 包括底盘的高级感 配置也都很丰富啊 它是等于在自己擅长的维度上面呢 又在往高去巩固了 它在这些维度上面的产品力 那但是同时呢 自主品牌一直做不好的东西 比方说动力系统的燃油经济性 比方说可靠性 比方说一些细节的处理跟匹配 这台车也没有说做得特别的好 虽然说CMA这个平台呢 是沃尔沃尔跟吉利的一个很革命性的 联姻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在这台车上面呢 坦白说 我还是有一点小失望啊 就是没有看到这台吉利 因为用了这个CMA的平台 而有了质的飞跃 而仅仅只是在它的擅长的方面 做得更加的好 但是呢 在它的不擅长的方面呢 它还是稍微有一点欠缺 不过又话说回来呢 你12万块钱 你不能够用这台车去跟什么宾治啊 那些合资品牌的车来去做横向的对比的 就算做横向对比 但这台车的动力系统的绝对的加速的性能 还有它的底盘的舒适性 还有它的隔音 其实比宾治那些车都要好 这台车跟合资品牌去拼可靠性 没得拼 但是跟同样是这个中国品牌的车去拼产品力呢 这台车是No.1的墙 有点急 有点急 请不吝点赞ата 有点急 有点急 有点急